创意理财近在运通 台股直播室成功 每一次非常感谢所有朋友 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九点 我们一起来观察台北股市的开盘 今天不错 你说今天不错 对台北股市今天也就是过去 从上个礼拜以来 我们发现到全球股市 是从10月1号开始起跌 不管你去观察道琼 Nestate日新等等 那么真正的起跌点 就是说从最高点 大约都是发生在10月1日 从10月1号一直跌跌跌跌 最主要就在从上个礼拜 叫急跌 不管你从国际所有各大金融市场 从美股到亚洲股市 那么跌幅加剧 可是在过去这一段期间 台北股市的跌幅是明显的 非常的一个债 那只有今天有稍微 跌幅稍微大了一点 你说跌了150点 不是啊 如果跟全球股市做比对 它真的算跌非常少 这是事实 我举个例子 以道琼为例 昨天跌了2.9个百分点 将近3个百分点 如果台股要跌3个百分点 那么要跌到将近300点 差不多250点至300点 所以说整体上 你会发现到台北股市 它确实比起国际股市 那么来得强悍 那今天当然跌幅有略为扩大 那么针对这个过程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第一个就是针对国际股市 那不外乎就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说 大家是要反弹 对不对 第二种就是 你要继续破底吗 就这两个 一个是它要反弹 一个是它继续破底 那你说 那我们来猜一个 不猜 其实我针对 反正你只有两种状况 对不对 第三种没数量 一种叫反弹 一种叫破底 假设它今天晚上反弹 那我该怎么办 那第一种 第二种它继续破底 我又该如何做操作 金融市场就如此 第一个不要猜 针对所有的状况 你做好部件 你就要去 那什么情况它会长 那第一个吧 对不对 那要去我怎么办 好再来 但如果要跌呢 那我又该利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面对它 我举个例子 美国股市一直跌 那各位请问你 美股这次跌了将近 从26,951点 我们算它27,000好了 从27,000跌到接近22,000 好那请问你 那下去要4,000点 日本5,000啦 接近4到5,000点左右 跌了百分之20 到百分之22 日股也一样 道雄也一样 在这个状况里面 我就想到一件事 大家做个分享好不好 先看哪个股票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先看这一档 来 各位你画面上 所看到的叫苹果 对不对 那么与其啦 你把电视打开 那这个老师 这个节目告诉你 哇 这个尖牙股 那我先问候尖牙股的 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 跟大家做个分享好不好 今天喔 今天你要去买一支苹果手机 好不好 那苹果手机呢 每个人去买一支手机 对不对 差不多两万四嘛 那今天他说 我卖你一万二 全新的 一模一样的 我买你钱 万一好不好 别人买两万一 你说是差辣回吗 没有啊 正版了 公司正版了 我卖你一万二 别人买两万四 你的两万四可以买两支 那你觉得 我只问你 如果今天苹果手机 你的朋友买两万四 就今天刚买 买两万四 可是呢 你可以买到一万二 那你觉得滑不滑得来 你又滑得来啊 那一样啊 来 我们来看苹果股价 那苹果股价就是两万四 卖你一万二嘛 你用两万四 对啊 苹果的最高价叫 两百三十三块 来 我们看这张图表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苹果本波段 这次的历史天价 那么最高来到两百三十三 你不要再去啊 好不好 你气死人了 来到两百三十三 那么昨天收在一百四十六 我是说台北股市你不要涨了啦 来 再来 那我的看法呢 我会去观察了 2015年你说现在是2018年 今年将近结束了 对 我们先看一下 2015年的8月24号 那当时爆出一个非常大的交易量 这个交易量出现之后 有没有低点 有 还是有往下跌 可是呢 就是因为它有往下跌 可以重返一百一十三块 所以我的看法呢 这个点位是个非常重要 观察苹果啦 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从两百三十三到一百一十三 我的看法就是好像说 你买一支苹果手机 原本要卖你两万四 对不对 那现在我卖你一万两千块就好 我相信销售量肯定会非常好 这样OK吗 所以你问我国际股市怎么看 我说好吧 那你干脆就再跌快一点好了 不是 我觉得也不错 你说不错吗 真的 各位 你换个角度 我觉得也不错 你与其啦 它跌两百 涨一百 跌个两百点 举例 道雄跌个两百点 涨个一百点 又跌个两百点 又涨个一百点 那整个呢 做一个一路性的盘跌 盘跌未来一整年 那你不如 来 不如它就一路暴跌 我讲真话 不如它就跌快一点 大家都有机会 空头有机会 多头也有机会 不对吗 对 所以干脆它跌快 也没有什么不好 关键在于那我们怎么去判定 接下来今天晚上要不要再跌个八百点 对不对 搞不好今天涨八百点 那不是疯掉了 所以怎么看 我的看法呢 你要去观察 好 过去这段期间以来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来 我们看一下道雄 道雄昨天也了不起 跌了六百五十三点 那么跌到两万一千七百九十二点 好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近期的走势 来 我们看这一个月 来 各位请看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就是这一个月 那最主要在这里 来 在这一天 在十一月三十号 十一月三十 现在是十二月嘛 二五嘛 对不对 最重要是在十一月三十 也就是说十一月三十号 是起这个点 那为什么看这一点 因为这一点是交易量最大的 那么这个点呢 不代表在这里要做空方 可是它不可以跌破 为什么呢 你只要不跌破 代表还是个拖头 跌破呢 就从此再见了 这是事实 你要尊重它 所以这个交易量它在告诉你 这里呢 加量价同时到了高点 要适度的小心 对不对 那么既然就已经跌了 那么这个跌的过程里面 特别是这一段的感底 这个跌都是缓跌嘛 那感底是这一段嘛 那为什么是这一段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我们把这里放大就好 这一块这一块 如果你去观察这个过程 你去观察这个过程 你会发现到 最后这一段的感底是带量的 也就是说当交易量扩增 我不管你是一定有买才有卖 才会有交易量 就是说你多方进场承接了 可是我卖方的力量更强 多空看法不同 爆出非常大的交易量 那空方就一路 一路势如破竹 一路往下杀 对不对 所以你多头进来 你没有进来也就算了 你进来我就打你 好 所以我们来看 我的看法是今天晚上如果亮说 如果亮说 那你几乎99%可以笃定 那道琼要反弹 那相对的 假设交易量维持过去这一个月 这种扩增的情况 还是扩增的 也就是说他挡到最后还是要挡不住 那怎么看呢 就看两个 我认为最主要看纳斯大克 或者是看一挡苹果就可以了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你把最主要市场 市场最恐慌 最害怕的标的 当作你要面对金融市场的主要关键 你不要闪避 我的想法都是这样 如果市场主要在积极苹果 那你就看苹果 如果纳斯大克是跌幅最重的 那你就对着纳斯大克 你一定要面对他 所以我的看法 苹果一支手机买你两万四 那现在他说我卖你一万二 那就买一支吧 我的干嘛是这样子啊 你买个其他的也要一万多块吧 华为啦 欧宝啦 等等等等对不对 一支手机啊 也要万几块吧 那苹果他本来过去卖你两万四两万三 现在卖你一万一一万二 你觉得你会不会买一支手机 会 那这个观念回过头来看一下苹果的股价 本来要卖你两万三两万四 现在卖你卖你一万一一万二好不好 好啊 当然不错啊 怎么会不好 我也说话也不错啊 那苹果会不会爆量 会 苹果供应链会不会需求大震 肯定会 我要假设苹果的售价零售价 手机零售价 所以怎么看 我就这么看就好了 所以我的看法 从233目前跌到146 连要就快一点 你要今天一天就跌个20块30块也好 那很难啊 当然不可能啦 那整体上我的看法呢 多头我们去看 主要当初的关键是发生在2015年 你不要再去啊 我说你说台北股市啦 你不要再去啊 我去翻脸啊 目前加全指数先看一下 不要涨了 现在涨跌134点 包在9505点 那么跌幅比起国际股市来得小 那针对今天台北股市该怎么做操作 以及面对今晚国际股市的持续的 一个下修过程里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那广告后马上向各位做简报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战网 鸡飞万点 狗旺发财 TSY高档不空 TSY低点翻多 战斗营互步为营 战斗营挡挡挡掌停 度的头部咨询专线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快乐战斗营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空也行 行情任我行 向上跳向下跳 金正跑不掉 台湾战斗营 多空实战单 电话拨通 财运亨通 请拨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鸡飞万点 狗旺发财 TSY高档不空 TSY低点翻多 战斗营互步为营 战斗营挡挡挡掌停 顾的头部咨询专线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定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阵部消防署关心您 我要给你分手 不 不要 不现在请 三个要 五个不 预防瓊流感 瓊洗手确实消毒 鸡肉蛋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瓊肉蛋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畏食 不接触 三要五步 勤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针对台北股市 来先跟各位做个报告 目前呢 加权指数是 9504点 对不对 四舍五入的话 我的看法是刚好 9494点 来看一下 我的看法是这样 那你就依照这个模式 最起码今天 你就心情很稳定了 问问一次 让自己心情的稳定 要去或好 要落或好 我们要有个准则 要有个定见 就是说 你要涨 那我就做多 你要跌我就做空 那你一定问我 那我怎么知道 他要涨要跌呢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设一个 我们就设一个 今天的关键点 今天的关键点 也就是说早盘 开盘那根量不算 我们去看 目前主要的关键价 我会抓了 9400 7494点 就是说你台湾国家 你就不要落 来 举例 你不要管已经跌多少了 已经跌多少都已经发生了 因为现在落133 就已经跌了133 对不对 你去在乎那个干什么 好 针对接下来 接下来 你只要做对就好了 你后面 你落去 你是多方 它跌你是空方 那不就OK了吗 没有错吧 所以我的看法是 我们看早上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 不是这一段 开盘就不要看了 就看这一段 它的平均 我们算每单一分钟 到目前截止 平均交易价格 会落在 高清 细吧 高展 细点 也就是说 你给自己大概9点的空间 加权指数高点 我觉得OK吧 对不对 我们就看9494 那也好背 9492 两个一样的 好 那加权指数 今天如果没有跌破 9494点 我的看法 针对整体大盘 大盘 我没有跟你说台子 其实我说加权指数 那你就乐观 去看待它 那相对的 相对的 你也不能轻忽 万一 它就都在9494以下 万一 那并且一直到收盘 都没有出现 很明显的单一交易量产生 那代表你要提防 它是个弱势 也就是说 纵使在过去一个多礼拜 从上个礼拜一 一直到目前为止 台北股市是全球金融市场 最强悍的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 它能强几天 你问我 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只知道到目前为止 真的有夠強 那既然这么强 好吧 你一定没有我说 今天要输一遍 我现在问你今天输 对 我输我会告诉你 没有输我就告诉你没输 你今天为什么要输 今天早上PSY故障 所以嘛 我就跟你说嘛 我自己用看的我都输 但是照PSY做 做十招 几乎只要十招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还是照着PSY来 真的 我的看法真的就这样子了 来我们看昨天是12月24号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第一个 以给自己一个工具啦 那这个工具就在于我们是运用PSY指标 那今天我没有利用PSY不是我不利用啦 因为 来你看一下简讯 看我有跟你欲白说吗 来 来 拉近 这是不是 来 我没有欲白说吧 PSY有问题 对不对 要抢销中 所以呢 我就叫你去榜康嘛 榜康都输了 那现在你榜康输 没想要怎么赢 你就叫起来想要怎么赢 我没有讲错吧 因为PSY故障啊 不故障今天怎么会出 早上那一笔怎么会出 保证赢的 所以回过头来再讲一遍 我现在讲我真实的案例 我是说真的 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说什么 照着PSY做啦 再怎么讲 就照着这个节奏来 就是说依照PSY正50 你就站在空方 负50你就站在多方 那特别是所有的朋友 我大概简单做个说明 来 因为有些朋友询问看不懂 那我做个说明 来 看这张就对 看这张 第一个 这是一档一家公司 从挂牌上市教育 它在2011年挂牌上市嘛 到目前为止的股价的 周线图 所谓的周线图就是 它一根K棒的时间是一个礼拜 所以你才能够看到这么多年 对不对 不啦 不啦 就看这张就可以了 上下是一样 只是上图加上数字 你会看得更迷糊 上面 上面这个叫做美股盈余 叫美股 那么2012年该公司美股盈余是5块8毛8 那今年已经不是9块9了 这里调照10块1毛8 我跟你说一次 今年贪一个股份 那既然已经12月了 不然你来看啊 我们来看啊 有没有超过一个股本啊 这12月啊 马上就知道啦 那不只是今年啊 我要讲的是19跟20啊 就19跟20呢 一样都可以赚一个股本 那像这种公司 我们在看着它 你说赚一个股本有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你用万台积电也赚一个股本 万大力光也赚一个股本 那你怎么会赚 那股价不一样啊 你在讲什么 本一笔不同啊 该公司在2015年股价是最高点嘛 那最低点是发生在2016年嘛 那为什么2015年会是最高点 因为呢 从挂牌上市交易以来 一直到今年为 到今年还不知道 对不对 到去年2017年 依照公开观测这样的公告嘛 获利最高是在2015年嘛 没有错吧 然后呢 获利最低呢 在2016年嘛 好 再看着它 这个故事告诉你什么 这个故事告诉你股价是什么 不是 股价是什么 你看着它 独立思考 请问股价是什么指标 你用股价就股价 股价是什么指标 股价叫领先指标啊 看 投资学没有讲错啊 只是你没有用心去体会啊 2015年 这里是2015 这里是2016 没有错吧 那什么时候股价进到最高点 2015年 可是你现在看它9块8 2015年这个高点 你知道它是9块8吗 你不知道啊 所以才会套劳啊 相对的 2016年股价跌到这个点 那2016年跌到这个点 这个时候知道2016年赚4块吗 不知道啊 可是是不是股价已经领先告诉你 我今年只升4块 是不是股价已经领先告诉你 我这一年我可以赚到9块8 对 股价本身叫领先指标 那你利用落后型的 你再面对它当然就比较辛苦嘛 所以我们证券市场在于 第一个 你要很仔细去做评估评价好不好 所以整体上从画面上我们来看 第一个我们去观察去统计 该公司从挂牌上市交易以来 一直到目前截止 商品价格是站在主要集结点的上方 代表怎么样 代表绝对多数的投资人 那么针对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 都是赚钱的 对 如果股价在这里呢 如果股价在这里嘛 对不对 假设股价在这个区域 代表这一堆人都套牢嘛 我这么讲有没有错嘛 股价如果在这里 这个叫交易嘛 对不对 那股价落在这个区间呢 那不代表上面的 只要买进的每个都赔钱 那问题是他现在在这里啊 那代表这么多的人 这么长期啦 只要在这个大区间里面做买进的 到今天为止 每个都赚钱嘛 那每个都赚钱都不卖 股市这么差 对不对 说到尖牙股 那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同样 那我请问你 那为什么会这么强 代表他告诉你他要大涨 你再问我 你再问我一百次 我给你的答案一样的啊 也就是说我的看法 多头的标的 那你就放着OK 因为大环境很差 那股价短期间 当然没有办法跟随着大涨 到底怎么大涨 大环境这么差 可是我们的了解 股价最终一定会反映 它的获利能力 它的获利能力在这边啊 所以你就放耶 好不好 股票的部分我觉得比较OK啦 哇 九四九一 所以加权指数我的看法一样 看九四 九四好不好 就是说也不能掉以轻心 如果他不手稳 九千四百九十四点 那今天你还是要保守 要正在保守小心谨慎好不好 他来站在九四九四 那我认为你就可以乐观 那问题是 现在九四九一呢 那你就不要冲动啊 真的啦 他只要九四九四以下 你还是要 適度小心啦 好不好 那针对目前的结构 放轻松 我的看法呢 纳斯达克 虽然昨天大跌 跌破六千两百点 整数关卡 对不对 那我们依照 这是昨天研究报告 我看法不会改变啦 他还是会回来六二六五啦 他还是会回来的 那关键不在于他回来 关键在于 纵使纳斯达克回来了 那台北股市准备怎么走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比如说纳斯达克好吧 今天或明天晚上 蹦 重返六千两百六十五点 那么请问 当他重返六二六五 那台北股市会不会 会不会开高走高手最低 这个比较恐怖的事在这里啦 就针对未来 你随时都要做好准备啦 到最后 不是要跟你讲迹象 只是拿礼拜六的研究报告 跟所有的会员 包括新会员 我说一次 包括所有的会员 请你把礼拜六 礼拜六的研究报告 每一笔 你以为你已经会员了 我不用再叫你参加会员吧 你就会员还要参加什么会员 我只是要给你两个字叫信心好不好 从十二月二十到二十二 你只要PSY-50 -50 -50做多 你一定是赢的 好看底下 这是每一天喔 是不是20 然后是19 18 17嘛 17到19 只要PSY在正五十 在正五十 或者是负五十 正五十去空 负五十去多 你也每一笔都赢的 也就是从十二月二十二到十二月十七 没有错吧 然后再看PSY 然后再对比今天的操作 十二月十八到十二月十三 只要在正五十 正五十做空 负五十做多 从十二月十三号 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二号 你每一笔都是赢的 再往底下看 从十二月六号 到十二月十三 到十二月二十二 你只要照着PSY做 每一笔都是赢的 那今天因为肖尾米没有照着PSY做 所以今天就赔了三十点 这样OK吗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还是照着PSY 我们先 我们感谢大家 那今天主要提供各位 针对台北股市 把重点放在9494点好不好 感谢您 谢谢 拜拜 本投资公司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贫护并自负投资风险 运通财经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海股直播室 超强民事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其实为您解答 4月起 每天早上9点开始 正式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快乐战斗营 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 空也行 行行任我行 上上跳 上下跳 金正跑不掉 台股战斗营多空实战班 电话拨通财运亨通 请拨02-2578-3000 2578-3000 击飞万点 狗旺发财 TSY高涨不空 TSY低点翻多 战斗营 互不为盈 战斗营 挡挡掌停 顾得头顾 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快乐战斗营 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 空也行 行行任我行 上上跳 上下跳 金正跑不掉 台股战斗营多空实战班 电话拨通财运亨通 请拨02-2578-3000 2578-3000 大陆讯 大陆讯